在互联网金融P2P企业不断传出跑路消息的时候 记者从中国财务分析师考评委员会了解到 上海将试点对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 通过培训考试合格者将获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办法的中国财务分析师证书 未来所有从业人员会将持证上考 我们跟相关的同业和国家相关部门 我们会组成行业的商会和协会 通过商会协会禁止来规范商会和协会企业的一个员工的资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在我们的培训和从业人员达到一定程度时 我们希望建立这个总路门槛和黑名单的制度 就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在总路上就不允许你从事这样的工作 应该讲他能够解决全国至少是两千万从业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机遇